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 我想说 我们约会吧 恭喜你 如愿以偿 这被认出来的 这又不是亲民啊 但这是我童谣长大的地方 万一要是遇到收入 我六岁就搬走了 难打十八遍还长得这么帅 都没人敢认 说上给我怎么变这么责烈 没办法呀 爱不到你我只能爱自主了 还有嘴滑水 天哪 我居然真的就这样搂着你 拉着你的手 走在了秋音阵的大道上 我梦里梦外想不下一百回了 那今天就全心全意的圆梦 什么的地方 好 走 走 走 我这就好 你走 你走 我走 你说你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从来就不曾有过怀疑 就是你 不愿万里只为找到你 注定我们就该在一起 我想谱写我们的回忆 传给你 爱上你 都多大了啊 疯了吧 爱上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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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小到大你好像真的没交过我姐姐 废话 其实我也有一个梦 想让你帮我圆一下 帮不了 姐姐 就叫一次 走开 就一次 走开 陆准安 老房子没了 差一千筹建了 那个小走坑也找不到 好 电话好大呀 好多都没了 是啊 好在身边的人没变 而且会一直在 爱上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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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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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好 怎么样 大叔 味道怎么样 这儿不便宜吧 什么便宜不便宜的 之前你请我吃了这么多次发 我说了 等我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就请你这顿大的 说到做到 还挺讲信用 恭喜你 重获新生 好 那你呢 你怎么样啊 还没好吧 都这么长时间了 老年人嘛 肯定要给你们年轻人买一些 不对啊 这老年人才更有经验 才更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呀 大叔 他 他 不会是你初恋吧 吃你的饭吧 大叔 你真是宝藏男孩 鉴于你呢 是第一次实验 我 一个平平无奇的悖剧小龙手 给你传授点经验 不用 第一招 改变习惯 比如你熬夜 那就早睡早起 你开车上下班呢 就改做公交地铁 总是越难改得越好 当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了新习惯上 你就没有时间那么想他了 所以你从助理 换成了现在的前台 错 我用的是第二招 脱敏质量 什么意思 跟第一招完全相反 不躲 不闪 不回避 直面痛点 你想他 那就放开了想 没完没了地想 想到哭想到死 想到想不动了为止 比如我爸 外面这么多公司 为什么我非要回瑞业 就是因为有灵样 这个多月 我就是天天看着灵样 我就看着他 我就不停地告诉自己 他们很相爱 他们会结婚生子 白头歇老 我就信了 好 学到了 谢谢 试试吧 祝你成功 那你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继续留待瑞业吗 当然不 我都想好了 我要出国深造 彻底告别过去 这个好 想好去哪个国家 哪个学校哪个专业了吗 他说你觉得我适合哪个学校 哪个国家哪个专业 你这也就想好了 我告诉你 这可是你人生那件大事 你一定要自己想明白的 不要再像善悔那样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这 他说你看看 你已经死了 你过来 你以后 还得到了 还得到 你 你 好